先来关注我国探月工程的最新进展 今天在文昌航天发射场 嫦娥6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摇巴运载火箭的 气件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计划于5月初择机发射 嫦娥6号探测器长征5号摇巴运载火箭 分别于今年1月和3月运抵发射场后 陆续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各项准备工作 今天 气件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就意味着嫦娥6号发射任务进入到发射的最后倒计时 接下来将会按照计划开展各项功能检查 联合测试 推进器加注等工作 为发射做好准备 据介绍 此次嫦娥6号任务将会在月球的背面 进行采样并且返回 而这也将是人类首次开展月球背面取样 嫦娥6号和嫦娥5号相比较来说 最大特点是嫦娥5号是在月球正面进行采样返回 而我们嫦娥6号是在月球背面进行采样返回 要突破月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技术 月背智能采样技术和月背起飞上升技术 最终实现了月球背面的自动采样返回 2004年1月23号 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 并被命名为嫦娥工程 今年嫦娥工程迎来20周年 20年来从给月球拍照片到首次在月球背面登陆 再到成功的带回月壤 中国已经顺利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战略目标 九天揽月探索不止 中国的探月之路仍将继续 探月工程于2004年立项 开启了中国人对月球真正的探索 2007年嫦娥1号成功发射 迈出了探月工程绕的第一步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发射月球探测器的国家 2010年嫦娥2号发射成功 在环绕月球之后 于2011年进入日地拉格朗日L2点环绕飞行 并飞越图塔蒂斯小行星 创造了当时中国航天器最远飞行记录 2013年嫦娥3号带着玉兔号月球车 成功软着陆月球 创下在月球表面工作时间最长的世界记录 2018年嫦娥4号发射升空 并于2019年1月3号实现了人类探测器 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 2020年 探月工程嫦娥5号圆满完成 成功获取1731克月球样品 再次刷新了中国航天的高度 今年 在中国探月工程迎来20年之际 嫦娥6号预计于5月初 择机实施发射并开展人类首次月被取样 中国人九天揽月的梦想仍在继续 探月工程在稳步推进 中国空间站内的各项任务也是有条不紊的进行 25号 神周18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 26号 神17与神18程组在中国空间站胜利会师 按照计划 两个航天员程组载轨完成轮换之后 神周17号乘组将于本月30号返回东风着陆场 着陆场区组织所有的搜救力量 展开了最后一次全系统的综合演练 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神周17号搜救回收任务 采取空中搜救航天员地面处置返回舱的搜救模式 演练中 由北京中心通报返回舱落点坐标 着陆场各系统密切协同 十余支搜救力量 五架直升机 指挥车 搜索车 一间一救车 处置车等近百台车辆装备 分多路向落点机动 搜救回收空中分队快速确定返回舱落点 精准降落在返回舱周围 迅速按程序进行相关处置 从近期我们参与的演练和练来看 我们的人员既占入水平得到了锤练提升 装备性能得到了有效检验 五架直升机之间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 落地位置也越来越精准 一比一全系统演练主要是舱内一件一宝 舱旁一件一宝 以及载体内一件一宝 全流程全要素全岗位的核链 经过这次核链和验证 我们达到了基定目的 考虑到飞船返回时间处于四月下旬 着陆场大风沙尘天气频繁 且地形地貌复杂 舱体有可能降落在山地水域等特殊地形 或遇到天气原因直升机无法起降等情况 搜救回收地面分队 着重加强了现场处置 警戒撤收吊装等训练 提升快速反应能力 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 着陆场各个系统的搜救回收处置能力 确保舱落 机灵 人道 精准高效 安全稳妥地 为返回地面的航天员乘组保驾护航 目前 东风着陆场 所有搜救力量和装备设备均处于良好状态 具备执行搜救任务的条件 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 已做好撤离前各项准备工作 东风着陆场地处内蒙古 阿拉善蒙 俄基纳旗 地广人稀 事业开阔 此次神17航天乘组返回 是东风着陆场第六次迎接航天员回家 而按照计划 刚刚入驻中国空间站的神舟18号乘组 在完成六个月的太空出差之后 也就是今年的10月下旬 同样会返回东风着陆场 从神舟12号开始 到上一次的神舟16号 返回地点均在东风着陆场 而再往前 神舟系列载人飞船 从首次发射 一直到神舟11号飞船 着陆的地点都是在内蒙古四子王旗 神舟17号乘组即将结束太空之旅返回地球 那载轨驻留半年的时间 乘组各项载轨工作也进展顺利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 来回顾一下神舟17号乘组的太空之旅 2023年10月26号 神舟17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 汤鸿波、唐盛杰、江兴林入驻中国空间站 目前已载轨驻留六个月左右 期间神舟17号迎来了天舟7号货运飞船 乘组完成两次出舱活动 其中在今年3月2号的第二次出舱活动中 航天员首次完成了载轨航天器舱外设施的维修任务 具体来说 重点是完成了天河核心舱太阳翼维修工作 消除了前期因太空微小颗粒撞击产生的影响 经评估分析 太阳翼发电性能状态正常 航天员还对空间站舱体状态进行了巡检 载轨期间 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 还与地面科研人员密切协同 完成了首批舱外暴露实验材料样品取回工作 首批材料暴露样品包括非金属及金属两类 总计407件 这些样品由航天员完成拆卸并存储 近期将随航天员和神舟飞船一起返回地面 交由科学家进一步开展地面研究工作 神17乘组载轨期间 共开展了84项空间应用载轨时试验 生成了60余种200多个各类样品 涉及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 航天医学 空间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 4月26号5004分 载轨执行任务的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 顺利打开家门 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 入驻天宫 两个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并拍下全家福 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载轨换 期间 6名航天员将共同在空间站工作生活 约5天时间完成各项既定工作 6名航天员乘组 游淼 retiring